来关心今年上市贵公司陆续的发放现金鼓励 其中红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 以73亿元的股息 蝉联了个人的冠军宝座 广达董事长林白礼 富邦金董事长蔡明星 也都以超过10亿元的金额紧接在后 而前十大咖的现金鼓励 合计超过了140亿元 市场估算 国库可以渴望收入超过50亿元的税收 堪称是爱国大户 不过今年总体公司的现金鼓励 仍比去年减少了1000亿元 也显示出疫情对上市贵公司鼓励政策的影响 才刚发完鼓励的鸿海在印度又有最新动作 根据外媒报道 印度科技部长在1号的时候宣布 苹果的台湾代工厂 包括鸿海 伪创以及合硕 其实已经向印度政府提出了申请 要来促进当地iPhone等手机的生产规模 而为了要促成印度成为电子制造中心 印度政府也在今年4月 祭出约新台币1978亿元的生产激励计划 另外包括上市三星在内供22家厂商 也承诺在当地会投入智慧型手机制造 除了减少人力成本 更能降低对红色供应链的依赖 在带您关心 中国影音社群软体抖音在美国超受欢迎 累计已经超过有8000万名的用户 但是隶属于中资公司字节跳动的抖音 国际版TikTok遭到美方之一 很有可能会将用户的资料回传中国 要禁止抖音在美国营运 传出微软想要来进行收购 而抖音也有意愿 但是川普最近表示他不同意 由美商来买下抖音美国的事业经营权 而且微软现在已经暂停了谈判 白宫表示会继续来评估政策 但没有说明川普是否接受 对抖音母公司的让步 据微软也尚未对此发表任何声明 欧共布第二季GDP萎缩了32.9% 创下衰退幅度的新高记录之后 欧盟统计局也公布欧元区的第二季GDP 季减12.1% 也创下了开始统计以来 史上最大的衰退幅度 其中西班牙和法国第二季的GDP 各自萎缩18.5%和13.8% 跌幅最为惨重 欧美的经济数据表现衰退 原因就来自目前全球的疫情 最严重的国家还是美国 在过去24小时又新增了 61262期的确诊病例 也是连续第五天 新增确诊超过6万例 而重灾区佛州的死亡病例数到上周五为止 更连续第四天创下新高 累积病亡人数在美国时间周六时 更已经超过了7000人 同时佛州还更将面临飓风来袭 不过美国总统川普前往视察 只表示对飓风已经做好万全准备 对疫情并没有多做表示 还称自己在佛州的民调很好 而白宫防疫专家佛契出席听证会 则表示有些州的防疫确实做得不太好 还有病毒并不会自己自动消失等等 是再度打脸了川普的说法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现在您关心台风最新动态 8月才刚开始 双台风新乐客和哈格比接连生成 气象局稍早也针对哈格比 在今天清晨的五点半 发布了海上台风警报 随着台风越来越接近台湾 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显示 哈格比在过去三个小时 长度略为增长 气象局提醒 西半部东北部有局部大雨或好雨的可能性 民众要特别留意 随着新台哈格比渐渐接近台湾 东部沿海地区的风浪 也逐渐增强 在宜兰南方澳 强浪打在岩石激起了阵阵浪花 但还是有不少民众不顾危险来观浪拍照 巫石港的冲浪客也感受得到 海浪变得又大又急 因此包括在宜兰花莲 汉兴北市的海神人员 纷纷出动来劝导民众赶快离开 以免发生危险 2020台北国际动漫展登场 现场挤满了放暑假的年轻人 今年展场的一大亮点 就是从日本红到台湾的 多人竞技手游也来参展 厂商特别还原了动漫知名的场景 现场打造一座迷你的实体小篮球场 让玩家无论在线上或线下 都可以来场篮球竞技 许多人也把三倍券带在身上 要一次花光光 业者更是结合了三倍券 立TWA超低优惠 来抢攻这一波暑假上级 动漫展车可以玩手游 又能打篮球 还能持些呵呵 下游业者推出奖理下载M4玩 就能把这个带回家 帮你打折 谢谢 为什么他可以折5% 凭什么 凭我粉钱包 折5% 凭iCash Pay 折5% 凭iCash 2.0 给折5% 凭三大支付 7-11全店指定商品 立折5% 这样打几折 这样折5% 周日限定加码 立折10% 好 新闻现场 带你来关心 立院跨党派立委 集体贪污案引起风暴 四名先任立委 和一名党主席 遭检方声压 也创下了司法史记录 时代力量随即决议 要暂停许有名党主席的职务 并且推选实力的立院党团 总招邱显志为代理的党主席 对此邱显志在脸书上 向支持者说声抱歉 也会反省再出发 而国民党则表示 将会尽快地来召开考纪会 将涉案的党籍立委来停权 至于民进党则说 最重将会达停权以上的处置 不过苏正清的叔叔 也就是总统府秘书长苏嘉全 为了让检调可以放手侦办 今天也宣布辞去总统府秘书长职务 总统府总统是表示尊重也来准词 而府秘的职缺将会由副秘书长刘建兴来证代 国内疫情状况 即昨天新增了七例个案之后 今天再新增一例是来自菲律宾境外的个案 累积全国目前是475例确诊 而大家最关心的仍然是感染源未定的 比利时工程师个案 职务中心表示 人在联清当中 目前个案的接触者增加到了310人 全数式裁剪完毕 其中109人的核酸检测呈现阴性 而抗体的检测也会在明天开始进行 国内的疫情再度山雨欲来 昨天比利时级的工程师确诊 目前还没有确定感染源 就怕让台湾连续零本土个案的记录破功 不过有民众希望可以用信仰的力量来帮忙 南投一位艺术家搭上了陈皇记 特别设计一种疫情退散 号召乡亲带上雨伞来走上街头 高呼口号 祈求神明能够让疫情来退散 纪念前总统李登辉的贡献 旅日台桥的团体发布联合声明 建议政府将桃园国际机场改名成李登辉国际机场 包括前国策顾问金美玲 日本知名的郑润家 英景良子等人都响应 但桃园机场其实最早命名是中正机场 在2006年的时候才改名成桃园国际机场 如果现在真的有改名 专家学者又担心除了会花费庞大的公帑之外 还要考虑到新名称在国际上的辨识度 前总统李登辉在7月30号病逝 享期受98岁 而李前总统生前最爱的台菜餐厅也引起外界的关注 像是位在台北天母的台菜餐厅就被已故的李前总统 评为台菜没有失传 而餐厅的老板娘更因此和李前总统一家人成为至交 对于李前总统的逝世相当不舍 也说私底下的阿辉伯很和蔼亲切 用餐的时候还会帮忙来摆餐盘 完全没有价值 跟现场很多学生小资族也想来趟报复性的旅游 国立台湾海洋大学就有一名大二的学生 利用台铁的轻旅行时日券 规划了跳蛙环岛 从基隆出发 单日来回东半部苗栗彰化等县市 而且天天回宿舍睡觉 平均下来每日的车只只要90块 节省了不少开销 不过要提醒这样的玩法仅提供给学生族群 搭车也要记得携带学生证 而像是泰鲁哥号和普悠马号 都不在可以搭乘的列车名单当中 人晚上等火车看到这样的景象 难免会心惊惊 有民众晚上在屏东六块促车站来等火车的时候 不只站内的灯火是一闪一闪 连火车也雾点 民众在画面拍下来 po网不少网友看到 都是要说这个场景好适合拍鬼片 传出高雄兽山动物园的白老虎一丝过寿 近日又被民众意外发现 园区里头的狮子也受成像是皮包骨 甚至脊椎突出 认为园方没有好好照顾 把照片拍下来po网 动物园听闻消息后赶紧出面澄清 强调狮子小心 每天吃两公斤牛肉 两公斤鸡肉 体重可是有一百五十公斤 现象局表示 新台哈勒比在过去三个小时 强度略微增强 提醒西半部跟东北部 会有局部大雨或好雨的可能性 民众要特别留意 而且感谢您这点收看 我是陈宇 请您持续锁定非凡新闻 散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deny within 3 您慢热 выход 没有 hosted 初 ha 很好 你在 欢迎 осв